嗨 大家好 我是凌晨4點還在拼命畫圖的阿騰啊 怎樣 厲害吧 又是熬夜的一天啊 那在故事開始前呢 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在故事的最後面 有個神秘的小影片 可以讓大家期待一下哦 阿彪我現在講的 開始拉進度條了 來 手放下來 對 乖 好了 那開始進入正題吧 撞鬼的故事 我們這個頻道 基本上講過千千百百種 已經很多遍了 那有顯現出來的阿彪 也有害羞不敢出來的阿彪 這些呢 都是看他們心情賞不賞臉 要不要露面啊 但這次的投稿故事 我一看就直接眼前一亮了 不僅是完全沒有一個嚇人的畫面 卻還是可以讓人感受到一陣毛骨悚然啊 你 會期待這樣的故事嗎 然後這故事有做成這個調整 如果想支持阿彪的話 遇到廣告可以放在10秒鐘哦 故事開始囉 這故事發生在我小學二年級的暑假 也算是十五十六年前的事情呢 但這件事情讓我很記憶猶新 尤其現在想起來 全家人還會覺得很不可思議呢 記得 那個時候是爸爸開車載我們全家人 一起去南部找朋友玩 也順便來個三天兩夜的小旅行 而到晚上 就在當地找了一間汽車旅館入住休息了 這間汽車旅館就是很標準配備型的那種房型 一樓是車庫 而上了二樓就是大房間還有廁所跟按摩浴缸啊 而當時我真的太急太想大便了 停好車就第一個衝上去了 甚至連燈都沒有開 直接衝了進去 要出來 要出來 要出來了 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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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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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好痛 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時一進到廁所之後 我不知道撞到什麼東西 但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 直接找馬桶坐下來 先解放再說 而就是這時 隨著房間的燈光被爸媽打開之後 唉 我也就看清楚了廁所的格局 這個廁所是獨立的乾濕分離的 門則是用玻璃門 所以燈一打開之後 就可以看到爸媽跟整個房間 只不過 唉 這個廁所 這只有一個馬桶嗎 那我剛進來撞到什麼東西啊 雖然當下一頭霧水 但我想著應該是剛才太急了 所以撞到什麼東西 自己沒搞清楚吧 所以上完廁所之後 就自己準備去洗澡了 而在汽車濾管裡面 說到洗澡 就不得不說按摩浴缸了 我在洗澡的時候 就先把按摩浴缸的水放滿 一沖完澡 我就要進去泡澡了 嗯嗯嗯嗯嗯嗯 嗯嗯嗯嗯嗯 嗯嗯嗯嗯 欸 而就在我沖完澡時 我居然沒有想到 浴缸的水 柴缸放滿幾分鐘 水量居然已經到八分滿左右了 一般在家裡放水的速度 也都沒有那麼快啊 但換個方式想 畢竟是旅館嘛 搞不好水量就是大 而我也二話不說的 就直接泡進去了 這時候 我卻一邊泡澡 一邊玩我帶來的玩具 嗯嗯嗯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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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花水花水 但就是這樣的 大概在浴缸裡面玩水 玩了幾分鐘左右 突然就在一瞬間 哼 我感受到一陣刺骨的冰涼感 這怎麼那麼冷啊 水要冰喔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浴缸的水 居然都變成冷水了 而更納悶的是 感覺泡在冰水裡面的我 但水龍頭 卻還是不斷的湧出熱水來 甚至 我還不信邪的 用手去試探溫度 嗯嗯嗯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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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一秒 我整個人都傻住了 水龍頭流的水是熱水 但我泡的 卻是冰水 就算只是小學二年級 我也不是白痴啊 一感覺怪怪的 我就馬上起身 離開了浴缸 而媽媽看我一下子就洗完了 也好奇的問 怎麼今天洗得這麼乾脆 嗯 啊你怎麼不玩水 不是都要玩到皮膚都爛掉 才要起來 嗯 我 我剛剛 當下 我直接一五一十的 把剛剛進廁所 還有在浴室裡面 遇到的狀況 都跟媽媽講 但他看起來就是 當我在小孩子亂說話一樣 一邊卸妝 一邊聽故事 噢噢 你有沒有認真在聽啊 我說真的啦 有有有 好我知道 噢 我去跟爸爸講哦 好 快去啊 那就換我洗澡囉 看情況 老媽是照不住的 我直接跑到小客廳 要去跟看電視的老爸說 爸 我跟你講 就看到老爸 站在二樓的門口 把門關上了 爸爸 我跟你講哦 當時才小學二年級的我 一邊用我最能夠表達的詞彙 一邊加上動作 把剛剛的過程 全部都敘述完整 就是這樣啊 如此如此 這般這般 這樣這樣 那樣那樣 雖然說起來很可笑 但沒想到 老爸 居然能夠聽得懂 小學二年級的我說的話 我想表達的恐懼 他好像馬上都懂了 沒想到一說完 他就馬上下結論 走吧 我們今天已經離開這邊了 不住了 這句話 絕對是我爸至今 最Main的時刻啊 而想當然的 我媽聽到這個 也是整個傻眼了 欸 你說真的假的啊 認真 我們才剛進來不到一個小時耶 你錢多哦 十分鐘後 樓下集合 這時 看著老爸嚴肅的表情 老媽知道事有蹊蹺 但他也不好多問什麼 只好東西收一收 我們就開車退房了 甚至連櫃檯服務員 也都覺得很訝異 後來 在開車找新的旅館的時候 喂 現在可以講了吧 父子一起發瘋是怎樣 其實旅館因為很貴耶 你不講清楚 這個錢我就從你利用錢扣哦 老實說 我剛剛在客廳 也遇到了 蛤 我說 我也遇到阿騰剛剛說的那個人了 什麼啊 原來 就在剛才 媽媽在浴室裡面整理東西卸妝 而我在泡澡的同時 爸爸一個人在客廳看電視 噢 這什麼爛電視啊 都沒有好看的 就這樣 爸爸因為無聊隨機亂轉電視 而無意間就轉到一台靈異節目 但說也奇怪的 這個靈異節目不僅沒有打上節目的名稱 甚至連主持人也沒有看到 在畫面裡面 就只有主持人的聲音跟螢幕的晃動 就像是第一視角在介紹鬼屋一樣 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進入也就是傳說中鬧鬼的廢區啊 哇 這裡真的很可怕耶 當下爸爸也被這樣的拍攝手法給吸引住了 直接目不轉睛的看著電視 而看著看著 隨著節目的進行 主持人走進廢屋子裡面 電視也開始出現怪聲音了 那一種電磁波干擾的聲音 大家看看這裡 有樓梯 有浴室 還有小客廳耶 想必這裡應該曾經住個溫暖的一家人啊 隨著主持人在廢墟裡面講話 電視的雜訊也越來越不清楚了 甚至連畫面都是雪花的了 哇靠 這是怎樣啊 這怎麼看啊 這時候老爸就起身走到電視旁邊 想像敲的把電視瞧清楚 而當時還是傳統的大電視 這種方法是絕對有用的 北七喔 怎麼爛電視啊 這一個晚上很貴 這什麼電視怎麼都爛啊 這時 一邊敲著電視 一邊電視的主持人還在介紹著 不知道這邊住幾個人呢 該不會是一個爸爸 一個媽媽 和一個小朋友吧 我們就來開門看看裡面到底是長怎樣吧 1 2 3 沒想到這一瞬間 毛骨手男的事情發生了 當主持人說完1 2 3後 我們入住的房間門 不知道為什麼的 居然被同步開啟了 而當下 爸爸回頭看著那上打開的門 整個人都傻在那邊了 而在這時時 電視也自動關閉了 就像節目已經結束了一樣 空氣瞬間安靜 而扔在原地大概一分鐘後 畢竟還是一家之屬的關係 老爸 還是走到門口去確認 外面 到底有什麼 結果 把頭伸出去一看 門外面 什麼都沒有 只有通往一樓的幽暗樓梯 後來 爸爸把門關上之後 爸 媽 我跟你講 這 就是那天 我跟老爸遇到不可思議故事 我們家沒有信仰什麼宗教老師 可以解釋這樣的體驗故事 但直到今天 一切都還是很記憶猶新 希望大家會喜歡 故事說完了 那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